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世界New World之中有两首特别的歌曲 它们被称为阴阳双声的神树和降临 这两首歌一首是表达末日的悲悯 而另一首是万物复苏的崭新世界 神树像是在讲述着保护环境的内容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保护大自然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大自然给予的灾害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要好好的爱护大自然 而降临讲述的是万物复苏的景象 是必须要结合神树来听的 他说可能神树听完之后会觉得有点悲壮 然后可能会觉得好像会带来不好的事情 但是神树过后是降临的世界 一切都会万物重生 这两首歌终究讲述的是一切都是充满希望 但我们也要思考究竟是把握现在还是等待未来 神树和降临带给我们的是对世界对大自然的希望 同时也带出了我们现在必须保护大自然的重任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一首未及心灵的歌曲却能够温暖无数的聆听者 希望在看到这篇文章的你 能够静下来听一听这一篇文章所写的这四首歌曲 愿这四首歌曲能够治愈你的心灵 也能够给你带来温暖 五年了 华晨宇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 在2013年快男的比赛舞台上 他是青涩的 这些年他渐渐的长大 一直不变的是他对待音乐的热爱 他独特的倔强当中又带了一丝柔软细腻的情感 从最初第一次上综艺节目 他是大家眼中的巨鹰 他不会照顾自己 他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 但是一到了舞台 当他唱起歌之后啊 整个人都鲜活了 热爱是一件很神奇的东西 他会让你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向 就像《寻》这首歌的歌词里边所说到的 一个人难免崇拜流浪 却变成和自己的迷藏 最好的旅途是让我们记住爱的模样 在《天籁之战》第一季的舞台上 他用超强的改编能力 一首《我的滑板鞋》 融合到东方风云榜年度最佳的改编歌曲 播放量突破1.11 以及跟学员的完美配合 这些成绩啊我们都永无共睹 第二季的时候 前来参赛的学员给他选了很多首安静的歌曲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唱着自己偶像歌曲的那一场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新服走上舞台 自己抱抱说 张国荣夜半歌声 唱到最后 他自己都红了眼眶 坐在导师席的张姐呀 也热泪盈眶的说 唱进去了 在音乐里 他找到了自己最完整最释放的灵魂 而在明日之子的舞台上啊 他摇声变成了最严格的导师 第一季 他不按照赛制要求淘汰掉了很多为自己赛道的学员 那时候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 但他比谁都清楚 他这么做是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作为导师 他不忍心让对方煎熬的等上一周 只为了前来演唱一首歌 然后再失望的离开 他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直接淘汰 在第二季的时候 当他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的时候啊 他抬头认真的望着那个男生 眼睛不舍的离开对方的视线 使音乐让他们更熟悉彼此 节目跃到后面 当他最喜欢的学员淘汰的消息宣布之后啊 他哭了 他想起自己当年比赛的心情 那是一个导师对学员强烈的不舍和不甘心 于是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带着情绪说 我觉得不公平 在歌手的舞台上 他为了让自己的演出能够有更好的展示 为了达到演唱声音啊 更清澈更干净 他在登台的前三天都没有吃一点东西 一直用喝水来维持 我最喜欢的是《孩子》这首歌 他说这首歌是《烟火里的尘埃》的序曲 同时西楼作曲 演唱完毕之后啊 西楼还在微博直言道 享受你的舞台亦是我的荣幸 为了解决其他歌手的淘汰规机 他还自愿地跟别人换到了出场讯息的号码 并且坦言不在乎名次 在他的心里啊 只要做到让自己满意了 他就是自己心中的第一名 五年了 这个用生命做音乐的孩子长大了 他与公司签的合约呀 也已经到期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不仅在演唱会上兑现了当初和粉丝的约定 也给自己的未来 画上了最漂亮的省略号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